一方防守,一方进攻,攻防转换 通过这种练习方法,了解应对不同形式的手段 能大大加强在比赛对阵中的信心 我们这一节课要说的是攻防的练习 那么这个练习是在前面几个科目的基础上 利用高调组织进攻 高杀组织进攻 以及吊杀,强弯,强弓 这种组合性的练习 那么这个练习就有攻防的双方 有一方是防守,一方是进攻 当然在练习过程中可以进行攻防双方的转换 用一定的时间来限制 我们下面要进行的是一组攻防 攻防里面我们分三个小的组合 等会大家可以看到 先是拉吊进攻,也就是高球吊球的进攻 完以后是进行高杀的进攻 第三项是吊杀上瓦的强弓 这三种的组合我们将做一个演示 吊球,上瓦,跳起来 再高球 吊球,上瓦,再跳起来 再一拍,高球 吊球,上瓦 高球 吊球,好 下面进行高杀进攻的组合 高球 杀,上瓦 上瓦 再拿一拍,高球 吊球 再拿一拍高球,吊动 找机会进攻 上瓦 高球 抢攻 上瓦 好的 下面将进行吊杀上瓦 抢攻 吊球 强攻 强弯 吊球 找方向 强攻 好球 下面我们让两位运动员 把三项技术统筹的 一拍不断的组合起来 演示给大家看一遍 高球 吊球 强弯 好 高吊完成 高球 杀球 强弯 高杀完成 吊球 杀球 强弯 好的 我们换一位选手 直接进行一个 再完成一个组合 高吊 高吊 高杀 吊杀 连贯组合 一遍 高球 高吊 上瓦 高吊 杀球 上瓦 高球 吊球 上瓦 高球 杀 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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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球 吊动 强弓 上瓦 很好 这种完成 不错 在前面演示中 我们让两位运动员进行的组合性的练习 那么这种练习同样的在熟练的基础上 也可以双方运动员自由的约定以及调配 那么在熟练的基础上达到这种效果 那么要求就是进攻方要有很好的高吊杀三个动作的上手球 动作的一致性 那么培练方也就是防守方的一直保持在低重心状态 在利用前面介绍的技术 接杀 接吊 放碗 挑球 组合的信念 那么达到双方都能达到高吊进攻 高杀进攻 吊杀进攻 以及防守 达到这种效果 也就是换句话说 攻防能力都能得到提高 好的 这节课就说到这